Le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維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很久沒有看到 Viper在天梯遇到Hera有一段時間了 這場比賽是我前幾天在 Viper直播看到的 覺得還不錯 來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特色是 這個他的單位呢所有的單位都是非常吃重黃金的 他的垃圾兵比較爛一點點之外 本身來說是非常吃驚的一個文明 他只要一沒有黃金之後可能就列入下風了 沒辦法用垃圾兵跟對方打到最後 所以印度斯坦人挖黃金控制的一個狀況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他的單位有這個火槍兵可以打 這個射程加熱的效果 還有這個帝王駱駝還有古拉姆 本身這些單位都可以打贏對方騎兵步兵甚至攻兵都有一定的殺傷力 而且印度斯坦人在這次改版中古拉姆的血量再多了5滴血攻擊力多1 超級強大的增幅 讓他的傷害基本上會跟騎士一樣 所以讓他在前期的時候即使你用古拉姆數量夠多 後面再配一點 僧侶啊 你可以正面去硬扛對方騎士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有點把他當老英來打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印度斯坦強度上升應該是有的 印度斯坦人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的村民很便宜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3TC開農很少會斷村 因為肉量通常都是夠的 所以這個是viper可能會想要提倒上城堡時代 然後用城堡時代的優勢轉出大量的村民然後開農反推一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維基人 維基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有免費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這讓他的前期經濟也算不錯 瑞斯到了城堡時代開農時期3TC開始運轉 只要按村民完全不用去顧慮要不要點手推測這件事情 因為不需要顧慮直接免費送給你 所以維基人也算是一個 衝到城堡時代是個目標的文明 我覺得兩邊的文明 特性來說是有點相似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金礦處跟地圖 這個地圖 我發現不是阿拉伯 是這個岩坑池地 我想起高為什麼 阿拉伯會有這麼多水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這個地圖 我以為是阿拉伯 好 那目前來看一下這個黃金 黃金在左邊 那果子在後方 石頭在上方 下方也有石頭 上方有黃金 左邊有黃金 其實跟阿拉伯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又好 好吃就是好在這裡有這個火 有些像日本 或者是達魯皮圖 這種捕魚有家成的文明 或是義大利之類的 就可以去偷偷蓋港 然後去捕魚 然後捕完魚之後再下漁網 再增加一些經濟 那這個效果呢 以前馬來人是很常用的 因為以前的阿拉伯 其實也是會像我這種小水灘的 但沒有這個水灘這麼大 大概是這個水灘的 大概說個兩倍左右吧 只有這麼一點點 可以下個碼頭 然後巴伯就會用那個馬來人 然後偷蓋漁船 然後下漁網 因為以前的馬來人的漁網 是無限食物的 你的漁是補不完的 你只要蓋我碼頭 下好漁網 你的漁就一直補漁一直爽 非常的 那個劍的 呵呵呵 尤其是阿拉伯還可以補魚 真的很莫名其妙 好這是以前的趣事喔 稍微拿出來跟大家回味一下 所以這樣地圖其實也可以這樣搞 就是要看玩家們要不要自己這樣做 然後 好不好守住也是個問題 好 那目前 VIPER是決定 要來用19P上封建時代 可能是要來打漏馬 印度斯坦打大漏馬也沒有問題喔 本身漏馬是滿的 好這邊是先點下了 跟壽技術 跟雙面符 升級來說蠻正常的 維京人這邊則是下了一個長槍兵之後 選擇了弓兵開局 那我也比較喜歡玩維京人的時候玩弓兵喔 因為維京人以前是有拇指環 但現在沒有了 但是他的弓兵系喔 走向還是蠻好的 並不會說太差 主要是因為他的經濟很好 因為封建時代就有輪軸技術 所以打這種需要大撒幣的一個 單位喔 對他來說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目前維京人可以打這邊喔 只能用自己強大的經濟能力喔 去反制VIPER 來看一下會不會下第二個射箭場呢 那雙射箭場會有一個小小缺點 容易被對方給克制住 所以大會黑拉還是有可能會去補一個馬舅 稍微去反制對方的VIPER的 戰毛兵啊 之類的 這邊VIPER很努力想要繞 但是完全沒有東西可以繞進去 黑拉這邊裡面囤了快要五隻的弓兵 還沒有打算要出門 囤到第六隻 那VIPER這邊已經看到射箭場裡面有弓兵的關係喔 也直接按了一些毛兵在家裡防守 兩邊都算是有做 這個預判的動作的 大家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對手都知道對方在幹嘛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刺頭一直有在尋 去偵查對方的戰術選擇 那其實你就算不偵查 十字八九 也是會知道對方在幹嘛 但是多多少少還是偵查一下比較好 避免對方真的囤了一大多兵 然後過來直接一波把你壓死 就失所謂的 大招 那就很尷尬 但四季帝國裡面大招是很容易被防下來的 所以不用太過去防範對方這種招式 三隻獅子直接走了出去 想要直接打掉木牆嗎 沒有 直接在繞 家裡的毛兵也沒有出門 完全都在防守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場 弓兵也沒打算出門 已經囤到了11隻12隻弓兵 哇 單射箭場 然後慢慢農上去 好 白珀這邊正打破了一個木牆 直接殺了進來 殺到了黑拉的第一村 手殺死由白珀拿下 好 那黑拉這邊居然是點了 裝甲步兵跟絕世烤劍 中間白珀也點下了 一城寶石帶 但點下一擊射個應急絕境 黑拉難道倒裝甲步兵 之前的圍巾的影片 我們也一直講到 像圍巾狂戰士這個單位 真的太不實用 因為圍巾人的軟甲技術 是沒辦法給圍巾狂戰士用的 但是裝甲步兵可以 而且裝甲步兵升到帝龍斯帶的 這個劍兵勇士 也會比這個狂戰士的血量更多 多了14滴 多了大概9滴吧 84對75還70滴的樣子 總而言之 防禦跟血量 都是優於圍巾狂戰士 當然跑速是似乎這個 劍兵勇士的 但以這個步兵需要血量跟坦度的 角色來說 這個確實微精人出 劍兵系會比較好一點 好 黑拉這邊直接拉了12隻弓兵 到黑拉家裡開始射射 黑拉第一時間沒有做反之 反之前下來修道院 戰毛兵還沒有升級好 毛兵只能稍微擋一下 下方次後也是繼續騷擾喔 四隻次後打出了一個洞來 黑拉早就已經防好了 這邊戰毛兵一升好 直接把黑拉的弓兵壓了回去 但黑拉這邊打的是 步兵線 四隻步兵走得出來 那維基人本身也是一個 步兵血量最多的文明 所以彈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點 很能彈的 BIPER這邊看到長劍兵過來 其實有點尷尬 要硬打也是可以喔 但是只要被長劍兵貼到 就會損失慘重 還是做一個拉打會比較好一點 像長劍兵直接被壓制住 沒辦法自由開火 黑拉這邊 不管了 直接在前線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下方長劍兵開砍 BIPER這時候居然還點下第四個TC 哇這個經濟太偷了吧 你村民便宜也不是這樣子用的吧 稍微演出一下 看一下這邊的細節操作 這邊使用戰毛兵 把長劍兵再壓了回去 但是待會頭車一出來 這個戰毛兵就沒這麼好用了 BIPER這時候補下第四棟TC 有點在告訴黑拉說 我完全沒有要出兵跟你打 你就一直打挖兵建築物吧 這種感覺 4隻之後拉回家想要來硬收掉對方頭子車 頭子車要先優先打對方的戰毛 單戰毛 站得很漂亮 剩下一滴血頭車順利收掉 BIPER這邊打得還算不錯 算損失了4隻肉嘛 換掉台頭車 感覺上是有點小虧的 有點像誤開吧 但是黑拉這邊經濟太好 手推車的關係 讓他在城老賽的時候經濟直接爆發 而且他是單TC強軍式的關係 所以BIPER現在這邊會比較難守 因為對方兵真的會很多 那我覺得BIPER這邊補下第四個TC 有點在告訴對方說 我完全不出兵了 然後讓對方就去打自己 這真的是有點危險 好 BIPER這邊點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純兵直接被拉開 拉開20村了 BIPER真的太拖啦 喔靠這個步兵是這樣 20隻常見兵 這個點下一級攻直接硬拆 城市中心也沒問題了吧 好常見兵直接在後面爆砍了這些戰毛兵 戰毛兵損失慘重 VIPER這邊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因為他沒什麼兵再出 只有出一台投石車 然後投石車也沒什麼用 打常見兵的話很容易被追到 這邊到處收村 村民直接被常見兵砍 這邊直接砍掉了工程機製造所 村民沒辦法再收村了 只能硬著頭皮打 把殘血收進去 讓村民去上方維修一下 TC的部分 BIPER真的死不出兵 太扯了吧 長見兵已經到處跑來跑去 哇更多長見兵又走得過來 但是城市中心這邊射擊射得還不錯 當然BIPER已經收村收了很久了 這裡想要再補一棟城堡做防守 上方這一塊石頭塊算會挖完了 但長見兵也是靠著上來 下方長見兵也在輸出 BIPER已經被殺到快10吋 目前只死了9吋而已 如果是我應該是死了雙倍了吧 他現在只被殺10吋而已 這個不容易 這個散兵散得很好 這裡還有一隻長見兵 還在砍 又砍到一隻 右邊這個TC也是修得很久 耗費了BIPER的大量資源 雖然黃金非常多 那我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BIPER到底想要幹嘛 他現在覺得出古拉姆 很容易被對方長見兵給打爆 但古拉姆現在去解對方的投石車或是工兵都比較方便了 那我是覺得出投石車其實就差不多 投車可以直接跟對方投車互放 還有工兵 那長見兵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一定要自己也出工兵才打得贏 那異度史達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帝王時代點火槍 然後就去射對方圍巾的 步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你用的時間還太久的情況下 可能還是要先出一點 工兵擋下會比較好吧 或是 弩炮之類的 但是對方有投石車的情況下 盡量就是出投車互雜 能交換到的話就很賺 再不要往前預判呢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射掉 BIPER的投石車再度爆開 黑拉這邊點下來一擊絕食 3TC也都已經開好 村民宿開始慢慢追上來 目前96吋打77吋 黑拉這邊領先了21吋 落後21吋 現在如果是20吋 講獸講獸 長見兵也沒有想要直接硬拆 反而是先拆外圍的建築 LIPER這邊這個TC應該是守不住了 我覺得可以撤了吧 這個硬手下去 很難消耗費大量資源 好 這裡可能要趕快跑了 兩台投車過來 下方的兵工廠也被打爆 唉唷 這時候BIPER轉出了馬功 馬功就有趣了 唉唷 投車砸一下好痛 上方古拉姆也沒有繼續出 投車出來先砸一發 居然射到對方的投石車 剛好在這個極限距離 被城堡射爆了一台 然後一出來的工程機制到手 就投爆對方黑拉的投車 目前來說 還是BIPER經濟上的優勢 但科技來說 目前是以黑拉拿下的優勢 因為他已經點下地龍死代了 好 待會要打這個巨型投石機 或者是打這個 狂戰狂戰士棒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維京呢 也有這個大衝車可以用 待會工程的話 可能要 交互的使用 巨頭配衝車 然後衝車裡面可以進這個 長劍兵 或雙手劍兵劍兵勇士都可以 在這次的小型改版 的裡面 衝車已經可以裝載六個人 以前衝車只能放四個人 有點少 像可以放六個人的話 讓衝車的裝載能力變強 可以讓更多人 直接到前線 變成步兵 再度強化的一個能力 好 這邊補了一個劍塔 想要來直接手下石頭去 沒有彈到學 射得很歪 看起來沒有想要回訪的意思 透子車再度走路過來 正面大學 人會被砍爆 頭車先打 長劍兵 長劍兵砍建築物速度還是非常快 麥克風很努力防守 補下了更多的房子 那家裡完全是用透子車在擋 好 Viper在後面再補下了一棟大學 這邊居然換到了 這個換得不錯 完蛋了 後面 你可能會尷尬囉 這個房子要爆了 長劍兵直接走過來 但是沒有彈到學 城堡射得很不準 長劍兵直接上來硬尻 頭車可能會直接被硬換掉 哇 好賺 五隻長劍兵換兩台頭石車 然後再把左邊的挖金礦村逼走 Viper太慘啦 又再度逼回去 這個配兵組成 確實讓Viper不太好打 好 升到地獄時代的黑了 剪下了三級色 還有雙手劍兵和化學 但強弩會升嗎 我會升強弩來用嗎 來回這邊拉了一台頭石車過來 好砸了一發 哎呀 不是砸頭車 是砸雙手劍兵 劍兵有事會比較貴一點 要等一些肉 但是這邊是先優勝 升了三級板甲技術 先把防禦升起來 後方這邊再繼續 補下了更多的防禦建築 這時候白盒終於意識到了 沒有點手推車啊 難怪經濟這麼差 好這邊這邊沒什麼單位了 所以把這個兵了 不是兵了 把這個村民往外派了 當然這邊要趕快挖石頭 趕快這邊再建立一棟城堡會比較好 好直接蓋TC 這樣也可以 好先讓大軍直接往 賣回家的後方入侵 村民是下降了一些些 黑拉這邊強軍是 出來的村民越來越多 119村 還是蠻穩定的 這時候點下金冠印度火 火衝 火衝嗎 火筒 印度火衝 應該是衝吧 印度火衝點下去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地龍斯帶加二射成的印度火衝 射成多加二 變成這個雜赫孫士 射成非常遠 狙擊手 以前有在玩這個魔獸信場的人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火香兵開射 印度雜赫 開鏢 你看這個射成誇張喔 九射成不要覺得好像沒什麼 你看他從這裡 他從這裡就可以射了 超遠 這個距離非常遠 但這麼遠有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砲槍 但是被對方雙手建兵貼到了 危險危險危險 再回頭開箱一下 OK射掉 打這個步兵還是相當好用的 那弩兵只有8射成 所以如果沒有在控兵情況下 火槍兵是可以一個人 偷偷射掉對方的弩兵 就像這樣子 一人開槍反擊 一人開槍反擊 在這邊也是努力反擊 已經出了一台巨型偷射機 開拆了 唉唷 衝車也在升級了 那待會衝車升好喔 圍巾大衝車也是相當好用 那現在看到對方出 這些火槍兵喔 出戰毛兵或投石車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克制方法 或是直接打這個 弩兵也是可以的 好 但以一個垃圾兵交換來說的話 現在打戰毛兵會比較省一點 如果他還要再轉大衝車出來 或是劍兵勇士喔 本來是要存一點黃金 轉一些戰毛兵先擋一下火槍兵是可行的 印度士坦這邊點一下三級射 工兵的科技升滿 但他要點的是戰毛兵 不是要來升工兵喔 工兵也沒有強武可以用 好 火炮一點下 好這邊村民有點尷尬喔 直接被戰毛抓個正著 損失了一些數量 然後防火槍兵也是追在後面 用利用自己的超遠射程反擊回去 射掉了一些戰毛兵 但自己家裡的中間建築物慢慢被拆掉 VIPE經濟到沒有很好 但是KEA這邊到了140村啦 哇這個150村戰術要再來了嗎 經濟也非常好 好 這一坨大隊直接過來 VIPE看到火槍被打直接把火槍往後拉 讓戰毛在前面扛傷害 火炮在後面輸出 打到了一些數量 那黑仔這邊也是有在控兵 直接一個V刃 V掉了 然後後面的戰毛繼續做追擊 好這邊終於升級好劍兵勇士了 血量來到84滴血 血量豐富啊 這個劍兵勇士還有軟甲 遠防有6 戰毛兵打劍兵勇士只會有一滴血 好那VIPE這邊稍微做休息一下 把三級攻兵的鎧甲也點下 那只剩下騎兵路線沒升而已 這邊還好有戰陣 不然被火炮打大會很虧 VIPE很努力想要用火槍兵 去解決對方的 劍兵勇士 在劍兵勇士直接無視對方火槍 要來直接打對方的火炮 火炮這邊第四天反擊 沒有打到 哇尷尬了 火炮第四天去打巨頭 巨頭 應該是能拆掉 但自己火炮能守住呢 但是這時候 圍巾所有的衝車衝了出來 想要來瘋狂頂衝撞 裡面的古拉姆也是按了出來 趕快按一下古拉姆 直接拉了幾隻村民來硬拆衝車 LIP這波能擋住嗎 城堡最後還是被衝撞掉了 後防火炮想要極力反擊 但效果並不是很好 這台衝車想要去反制火炮 超原再繼續拿拳套開扁衝車 後方出了少量的輕騎兵 想要來解一下對方的戰毛兵跟衝車 但衝車吸傷害效果太好 吸掉了VIPER所有大量的後方的火槍兵跟戰毛兵的傷害 而且建築物也是不堪一擊 馬上就被打爆 雖然火炮還是可以打對方的衝車 但VIPER這邊沒有第一時間去打 好像有點危險 床車都殘血了 還行還行 第二波VIPER會怎麼打呢 對方違驚人 投石車 又架了起來 這個殘血就沒爆 劍兵牛是後期遇到火箱真的是蠻痛苦的 一定要靠戰毛兵 戰毛兵又被火炮打 但是衝車又過來 這邊VIPER直接被縮到的角落 經濟沒有很好 這面大戰 劍兵牛是直接砍爆了大量的劍兵牛是 砍爆大量的戰毛兵 VIPER這邊打出了GG 你看這一坨戰毛兵直接被劍兵牛是尻爆 VIPER這邊努力在控火炮 沒有時間去管這個戰毛兵 一個不注意對方的圍巾的 劍兵勇士就很容易淹人進來 然後直接讓VIPER打出了GG 火箱兵也只剩4隻 這個損失真的非常慘 下方這邊也是想要偷偷蓋出去 但下方HEYLA這邊已經把這個地圖給控好了 那很少見可以看到維京人後期 打贏有火炮的文明 那我覺得HEYLA這一場算是 維京人的一個 那個借鑒嘛 教學之類的 因為他這個打法確實讓 學玩維京人的玩家們可以做個參考 因為這個攻兵維京狂戰士棒 真的不是熱步的重要 你即使打這個戰毛兵跟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炸衝刺 其實效果就已經很好了 其他的東西都是有點附贈的 那我覺得強奴這個部分呢 如果真的要升狂戰士棒的話 我覺得打這個 攻兵系 克攻兵系比較弱的國家 可能比較OK吧 例如打這個波蘭的肉麻 之類的 對這個遠程防御率 比較 沒有防御率的文明 可能維京狂戰士棒會好一點 但遇到這種全能型的文明的時候 直接出這個劍兵勇士 配戰毛兵跟衝刺 感覺就已經蠻足夠的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掰掰